哈囉大家好我是狂人 今天青銅組完結篇 既上一集打到21名 那麼我們再往前打囉 先來看一下青銅組的排行榜 12萬24萬26萬13萬 大概就是這些戰力 好馬上開始 第一場對上一個鱷狼以及龍鱷 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鱷狼 還沒有步驅就人間蒸發了 那麼笨片馬上開始 波羅斯先打龍鱷這一排 龍鱷肥掉了 哇這對手的傷害都比我們高 同地下怪啊一下一隻啊 好爆山1952萬還有 不是是1952啊 爆山打1952萬 我看有沒有人打得出來啊 好這一排倒了 那等一下鱷狼還沒有開不去 先給鱷狼一個連環角 稍後到了第三回合 來看一下鱷狼 還沒有開不去就要飛掉了 那麼進入下一場戰鬥 目前我們在第17名了 這個對手呢他還蠻強的 然後我是昨天打他沒有打贏 今天上來要再找他就不見了 可能跑去擺贏組了 狂人拍這個單元也盡可能的認真了 因為這個帳號不會玩太多天 就認真玩個兩三天 好我們來看他的波羅斯 新手的波羅斯 單隻78萬的傷害 我們一個自爆他 還有一個疫苗人 也有3萬3的傷害 我們這一次可以把龍捲給收掉了 不過還有3隻 這也是今天唯一 輸的一場戰鬥 接下來帶大家去看一下 波羅斯這隻角色到底有多強 在這個極限特訓關卡 很多玩家就不用陌生了 本來想測試這個SSR 可是有的時候會有玩家跑進來 那麼我們就找一隻SR的角色 裝甲星星 這樣就不會有人干擾我們拍影片了 在極限特訓模式 每一個玩家大概都知道 第一關是很弱的 再來第二關會稍微強一點 那第三關 就再強一點點 強的也沒有到哪裡去了 那麼這次第一關 盔甲大星星一級必殺 我們準備打第二關 你們以前拿到新的角色 都會打這個測試 當一隻角色要打到第二關 第三關 早期的很多角色 包括SSR 包括限時角色 都有可能沒有辦法單挑 但是波羅斯這隻角色很不一樣 他前面這隻小寵物 承擔的傷害真的是很多 所以你看這個裝甲星星打過來 我們這邊沒有太大的反應 然後第二場又打贏了 好領一下獎勵 一個紙魂 準備進行第三場戰鬥 看這一次能不能也是兩下 就把這個裝甲星星給帶走 第一下28萬的傷害 波羅斯這邊還是沒有太大的損傷 第二回合 這場又打完了 我們再來領一下獎勵 好 也不是什麼大佬啊 現在又在打第四場給你們看 第四場 打完第五場 就放慢一下動作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波羅斯的小寵物 正常打這個模式 關卡的怪物跟你的強度 是有一點平衡的 所以等一下裝甲星星到第五場 達到第十回合都沒有辦法解決我們的波羅斯 好 那就準備進行第五場囉 也就是極限特訓最後一場 敵人啊 在野出發生了 點讚 放棄到上去 點讚 放棄出發生的大量 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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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有很多角色 如果你拿来打极限特殊 你只用普通攻击 你是很难打到第十回合的 目前第六回合 小丑库这个承担的还是很凶 只有扣1分之1左右 1分之1的血绕 目前打到第八回合 第九回合 一回合大概就几秒钟的时间 最后一回合了开个绝技 不然没有打赢 回合出道了 这边波罗斯血量还是100% 好 我们来拿一下青铜组的冠军咯 再打个两场就可以抵达第一名了 那么其他角色由于这个战力 或者是他的角色本身不是太好 我们先往前排场 这一场就直接给他跳过了 好 搞定了 目前到了第八位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几名 这个不行 这个也不行 这个带了一个温德 带了一个警犬虾 还有一个旧版的波罗斯 哈哈 你没有戳到新版的啊 太可惜了 那么我们用新版的跟旧版的来打看看 这次二十四万六的伤害 温德这个皮还是很厚 同时在战场上你们也可以看到 温德这个脚啊 真的非常坏 从头踹到尾 那么因应这个对手呢 我们这边派出的是博士的核心 我们前排等一下会倒得非常快 如果没有卡一些副制人出来帮助我们 这场战斗就很难打赢了 他的攻击力 同地都还有一个六万一的伤害 温德也是敲了三十十万 还有原子五十 两只也涨了十万 就上了一个崩坏 波罗斯这一角五万二的伤害 由于他的角色呢 还有三只 这一场我们是打不赢了 稍后再来改一下阵容 再跟他对决一次 比我们高了十万的战力 这一次让我想一想 魔术妙手 好我们还是放魔术妙手好咯 前面再卡一只格流钢徐浦 我们这一次把天空王摆在温德的对面 诶 宫告跑出来了 波罗斯先一发攻击 接下来轮到天空王 这一次应该是晕到温德了 哎呀 晕到了 感觉真好 还有拳斗不论 不过他的其他角色攻击还是很高 精犬侠九万的伤害 前排剩下天空王 天空王也要准备飞啦 温德还是持续的追击 好咯 轮到旧版的波罗斯 哇耶 这次波罗斯爆掉了 剩下前排了 我们复制人也上来了 稍后他的警犬侠要攻击我们的复制人 那么还有一个童帝 还是要做一个绝技 这一次两只崩坏欧友打得有点痛 十二万波罗斯剩下一口气 复制人又上来 这一下把狗狗收掉了 就剩一个铜笔了 我们要继续往前打咯 目前已经打到第三名了 来看一下第二名 跟第一名白什么阵容呢 第二名看起来比较厉害 21万的战力 第一名 哇 这个不行啊 我们就不要改变阵容了 直接打第二名 哎 又跑出公告了 他这边也是带上了徐浦 不过还有居士跟怪人花的暴闪 我们普罗斯刚好放在对角 来闪避他温德的暈眩 天公王 哎呀 天公王这一次又晕到温德啦 这场感觉比刚刚那个对手弱一点 刚刚那个比较强 好呦 暴闪九万六千 还飞了原子武士 虚布也倒了 天公王也倒了 三个打四个 看这一下能不能直接带走温德 哎 还真的收掉了剩下最后的两只 原子武士 11万的伤害 奔场战斗结束 最后第一名就直接跳过啦 我们总算是抵达青铜组冠冠军了 那么更精彩的要来了 我们到位置实验室 来打一下副智能 下面开副智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